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民視一點 台語新聞 我是鄧秀卿 現在最新的消息 我們要關心通病院 這個疫情來酷酸 所以通病院 路徑是在那些月子 到十一這個期間 來執行蓋貨的勤務 因為當時呢 有十五反省去病院開刀 所以那兩個人 並沒有控制在說 要討厭家裡的對象 檢驗我如果是頭一次來 採檢是陰性 但是為了要保險 現在兩安排出所呢 我如果要求說 參加兩個路徑 有接觸過十三的警察統領 由現在開始呢 我來進行主主的健康管理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聽 警察公民上新的視頻